这个就是中国移动通过5G来实现的一个远程驾驶的模拟器 我们现场通过远程驾驶的模拟器来操控我们在北京房山的一辆汽车 利用5G技术的大带宽和低时延实现无人机的远程操控 还有视频的实时回传 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